所以吵架的时候没有好话 别人说你你也生气 你说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很生气 我就尽量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 但是来了台湾之后 你更没有欲武之地了 我现在不仅不会吵架 我连就是讲话的语气都 我都变得很温柔 都不是那种很冲的 东北人讲话是很冲的 Hello 看看 我已经拿到了两本 雪情雪爱的护照 办好了 我等了整整一个小时 然后他说是快五十号的时候 就是去三楼去领 结果我到了三楼 比一楼人还多 比我上次来办护照的人还多 就是现在办护照还是持续在火热中 持续火热的办护照中 人真是黑压压一片的 我现在就回家 然后等到姐姐妹妹放学了 我带他们两个去 马上去办台胞证 大家好 我到家了 我把证件取回来 然后回到家里 外面太热了 我觉得下次如果大家再有机会 去办证件 就是让他邮寄回来 邮寄大概五六十块吧 反正也不贵 如果我去和回来的公交车费用是三十块 然后在那边等了一个小时 然后来回的路程也要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间再加上花了三十块钱的交通费 我觉得不划算呢 还是让人家给我优惠的比较合适 这次我办证件 然后就要回大陆 这是我在台湾十个月 第一次回大陆 我应该有比较深刻的感受 因为人嘛 到一个其他自己不熟悉的城市环境 或者是国家 你遇到一些好的事情 你就会理所当然的觉得 它就应该是这样好的 其实在台湾九个月的时间 我不用回大陆 我就已经感受到 对我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会改变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东北人 但是有很多人听我讲话 可能口音能听出是北方人 但是语气什么的 就不太像北方人 因为北方人讲话比较冲 因为台湾这边的人与人之间的 就是交往啊沟通啊 语气都很温柔 很和缓 然后说都很客气的那种 很少会有那种矛盾的冲突点爆发 我昨天去学校接妹妹放学 然后妹妹的书包就不见了 可能是被别的小朋友拿错了 我就跟老师讲 我说我们的书包没有了 然后老师就跟我解释说 那可能其他小朋友拿错了 然后跟我一直跟我说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其实妹妹的书包里只有饭盒 还有一个水杯 然后她说她会叫那个拿错的家长 帮我把饭盒洗干净 然后明天早上她会帮我接一瓶干净的水 装给妹妹 还一直跟我道歉啊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我在想这有什么好道歉的 这多好啊 我走也不用带书包走了 早上我来也不用带书包再送她来 而且我回家还不用洗碗 老师还在说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这都是小事情小case 小case根本不用这么客气跟我道歉 我觉得这也太好了 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 所以就是台湾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客气用语啊 就和大陆人相比就是少了一种戾气 我之前在东北的时候啊 那性格啊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就是跟别人吵架啊 就是一般都没有认识过的 但是我只限于嘴吵架啊 绝对不是那种动手的啊 动手打的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这个身材啊 就是我个子吧不矮 就是在东北就算中等 但是我比较瘦 那东北的娘们儿一个个身材哦 没有个一百四五十斤都下不来 我要跟人家动手打架 就人家那个一屁股 给我坐底下我都起不来 所以我仅限于动口啊 动口不动手 我是很能吵的 就是很 我是很能说的那种 对对对就说不停的 然后语速也很快 就是对方很难插进我的话的那种人 后来我就是去上海工作嘛 然后就认识了许仙 我觉得许仙的性格影响到了我 我的脾气啊 就是有所改变 另一个我也是觉得啊 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 你多少也会有情绪在里面 然后你会生气 就说不影响你一天的心情吧 起码也几个小时的心情会受影响 所以我就觉得也会很累的 其实吵架也很累 然后又生气 得不偿失 就是如果对方不是很过分的话 我尽量就少说一句 我就尽量不要有矛盾的冲突 虽然我这种性格 但是我跟许仙在一起 是我没有欺负过她 因为她不给我这个欺负她的机会 人家也不跟我吵架呀 人家就大不了 人家不说话 人家走了 我这想跟人家吵吵不着 一拳打在棉花上 但是就是在上海的时候 偶尔吧也是会有 就是忍不住跟别人吵的时候 但是我发现 人不经常吵架啊 你的功力会退步啊 我有一两次啊 在上海就是实在忍不可忍 就跟对方吵起来了 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总觉得啊 我这次吵架发挥的不好 就是完全以前的功力啊 吵架的功力 就是大大退步啊 像我之前在台湾 领小朋友坐火车的时候啊 火车上人也多 然后就会有一些 就是哥哥姐姐啊 在问我啊 小孩几岁呀 跟我聊天啊 帮我介绍 安利一些 就是台湾这一地方的景点 适合我带小朋友的啊 有说有聊的 我觉得气氛很好 就每个人都很 让我能觉得啊 台湾的人就是很友善 跟我讲话的时候 也是友善的口气 上海的时候啊 就是同样也是坐车 同样也是坐上海的地铁 可能也是人太多 你早上人特别多 你跟他讲啊 不好意思借过我要下车 你看旁边的人 一动没动 没有人动 然后一个个站在这里啊 看着你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能的你就自己下去 就使劲 我跟你让不了 你有能的你就自己挤下去啊 因为上海人吧 骨子里带着一种 骄傲 傲慢的那种态度 还想 老娘还给你让 你有能的自己下吧 那我就 凭个本身 你就要冲下去 你凭个本身 你能冲下去 你就下去 如果你冲不下去 你就等着这个地铁 把你拉到中间站吧 你真的要使出吃奶的力气 冲下去 而且站在车门的 用力的挤下去 而且站在车门的那个人 是不会给你让一分的啊 他连测个身的机会 都不会给你 他完全就横在那里 然后你撞他的时候 你的肩膀 可能会撞到他的肩膀 他不会撤下身 他反而给你顶回来 你要是不用点吃奶的力气啊 你这个车真下不去 你就得坐过站 然后经常就在上下车的途中啊 就上海的那个地铁上 就会有人吵架 但是你听 吵架的最后就变成了人身攻击 最后就变成了 不还是因为你胖 占了空间 所以地铁上才这么挤 所以吵架的时候没有好话啊 别人说你你也生气 你说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很生气 我就尽量啊 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 但是来了台湾之后啊 你更没有用之地了 我现在不仅不会吵架 我连就是讲话的语气都 我都变得很温柔 都不是那种很冲的 东北人讲话是很冲的 就你瞅啥 瞅你眨地 然后就俩人打起来了 因为就是十年前 我还 我跟许仙还没结婚的时候 交往的时候 许仙去我东北的家里 我们两个就出去 连这两天啊 每次出门都会看见两个男的在打架 但是路上 就是围观的也不多 大家看一下就走了 然后也没什么报警的 但是这是十年前的事啊 最近可能应该会少一些 我也太久没回去了 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说在台湾这边 你没有这种机会 就是连讲话都是很客气的 别人用这么温柔的语气对你 你当然语气也会很温柔啊 我现在只剩什么了 公立全废 在台湾学会的只有 对不起 谢谢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只能是这些话了 以前我不相信啊 就是环境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我一直认为啊 性格是天生的 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在我身上啊 真真切切的 我觉得我改变了 而且我周围的朋友 也觉得我有变化 但确实咱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还一直跟别人吵架骂大街 咱毕竟也是大学毕业 是吧 也是有素质的人嘛 而且今天就来到了台湾 你更得素质 是不是 往上提一提 我很喜欢我现在的自己 内心很平和 少了很多那种力气 因为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嘛 离不开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离不开的 每当我出去啊 和人接触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平和 我觉得让我一天的心情啊 很放松 就不会很紧绷 很浮躁 这是我来台湾九个月啊 就是让我最深刻的体会 我的改变 我还没有离开台湾 我就先感受到我的变化 等到我这次啊 回到东北的话啊 我觉得可能我还会有很多 我以前在大陆觉得很正常 很能接受 通过我在台湾生活这一段时间 有可能我也会对大陆的一些事情看不惯啊 如果我回去了啊 发现了有什么点啊 我在跟大家分享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去接姐姐妹妹放学 然后带他们再去办台胞证 因为办台胞证必须要有护照 护照一定要先办下来 然后带着护照再去办台胞证 所以等一下我们去旅行社的地方见 我们现在已经到旅行社了 也是要排队的 拿了一个号码 哎 你不要动啊 安静的等待好吗 我们就要办这个吧 这一天一天五 我们来这边 一寸照片在这边拍 现拍就好了 而且免费不收钱 你也去拍了 换你了 换你去拍一寸照片 办好了 很快 往下按下 我们已经办好了 很快就办好了 一个人一千五百块 两个人三千块 这家旅行社是慢慢 会见我来的 她上个月刚办过 我喜欢台湾的这个 办证的效率 就是我缺什么东西啊 她都在这边给我弄好了 不用我再跑两趟 然后没有照片的话 她也现场帮我拍 而且还是免费的 帮妈妈开车呀 离我家很近 我就骑个自行车 三分钟就到了 妹妹姐姐跟叔叔阿姨再见吧 再见 妹妹在哪里啊 我起来了